一起來做默想祷告 我父啊求基督的奥秘点亮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获得正确的领悟 求我父使我们领悟过来从处类中变成人 我父啊我们告白我们祖先所犯的误会肮脏的罪过 我们祖先所犯的背叛的罪恶都留在了我们身上 在这时间求我父使我们告白 承认我们祖先的罪过与我们自身的罪过 使我们的罪过得到饶恕 求我父使我们领悟过来正是我 毁了自己也毁了自己的家庭 甚至也连累了这个国家和民族 求我父使我们承认一切的罪就是我的罪过 在这时间求我父使我们领悟过来 向您认罪悔改 使我们成为尊贵的人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再次的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都很竭尽全力的为了得祝福 很是努力 但是我们到底错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领悟过来 首先要认清自己 认识自己 始终不行或者说不顺利 我们却不知道原因在哪儿 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所以总是原地踏步了 在这凌晨的时间 这是什么时间呢 在这凌晨时刻 上帝给我们审判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帮助呢 我们到底错在哪里了 我自己没有认清自己 我们始终不认识自己 这时候始终成了灭亡的处类 成了灭亡的处类是得不到祝福的 在这凌晨时间 我们来到主面前是做什么的呢 站在眼前的牧者 得到的祝福 信徒也能得到 在这凌晨时刻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得不到帮助 那首先我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首先要认清自己 基督是谁 基督就是上帝的奥秘 基督就是基督的奥秘 正是四阶段悔改 四阶段悔改是使我们复活 通过基督的血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 提摩带前书六章四节 我们什么都不懂 无法认清自己的错误 无法认清自己 无法认识自己的时候 就是成了骄傲的 在这时间 在这凌晨时刻 我们需要做什么的 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我们总是不符合上帝的话语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的一举一动 并没有遵循上帝的话语 传道书九章三节 上帝告诉我们 在这世上 我们人类都是疯的 都是疯了的 在这凌晨时刻 我们需要做什么的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人光顾着吃喝 我们光顾着肉体的食品 光顾着肉体的粮食 这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好多人说 我好 我怎么这么的不顺利 我怎么这么的难过 那在这时间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要认识自己 我们祖上 污秽肮脏的罪过 我们祖上三四代所犯的 污秽的肮脏的罪过 我们向上帝 全一一的告白 承认 求上帝饶恕我们 祖先所犯的罪过 难道大家想去地狱吗 等到年老的时候 越来越不好 身患疾病 吞吃儿女 把灾难咒识留给儿女 连累国家 连累民族吗 我们要悔改祖上的罪过 我们祖先所犯的罪过 我们祖上 所得罪上帝的罪过 我们都要向上帝一一忏悔 认罪的 我们首先认清自己的错误在哪 我们首先要认清我的问题在哪 然后领悟过来了 就赶紧要改正 一定要改正过来的 我们头脑学来的知识 都是属于恶 属魔鬼的 在这世上 所谓的博士学位 所谓的教师 老师 头脑学来的知识与学问 都是属于罪恶的 都是属于魔鬼 这是上帝的教导 也要割述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祖先曾经 有一些很威望的高职人员吗 在高职分的人员吗 或者说我们祖先很聪明 很杰出吗 孙主说在座的各位 大家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 都很了不得吗 那么我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上帝问我们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却不知道 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好多人说 我做了四季段悔改 好几年了呢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 分明是装模作样而已 根本就没有做四季段悔改啊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乐意 一会儿又不乐意 一会儿又生气 这都是我们祖先 曾经所做的罪过 所以我们要向上帝 回改我们祖先的罪过 我们祖上所犯的罪过 我平牧师想跟大家 深入地讲一下 但是大家连最基础 都还没有领悟呢 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的粮食 我们吃在心里了 一定是有功效 一定是有意识的 在座的各位喊不出阿门 这是因为我内心没有属于基督 我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和圣经没有任何关系 和上帝也没有任何关系 以福所说二章十二节 当今很难找到一位真实的人 上帝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成为人 只要我们成了人 上帝就赐予我们一切 甚至赐予我们财富 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而我们呢 始终成了灭亡的处类 我们就什么都领受不了 属魔鬼的是恶人 属魔鬼的呢 往往自己欺骗自己 却毫无感觉 约翰弗仁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被自己欺骗着 还不以为然 以为没有被骗呢 内心属 属上魔鬼的时候 无法领悟圣经 无法认识圣经 也读不懂圣经 这时候就成了灭亡的处类 我们以为自己特别懂 其实都是在被自己欺骗了 内心被自己的祖上的魔鬼所欺骗了 我们却没有感觉 那么作为我 朴牧师 我看着大家的状态 我看着不管 不讲实话 那就成了假的 上帝的话语是责备 上帝的话语都是爱 正是因为上帝爱我们 所以上帝管教我们 责备我们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而当今好多的教会 都在讲讨人欢心的讲道 讲好听的话 我们曾经去的教会 都是假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向上帝 承认告白我们之前 得罪上帝的罪过 求上帝饶恕我们 大家知道我们的母亲很爱我们 再怎么爱我们 我们做儿女的 拿着一个盛狗粮的碗 妈妈会在那种盛狗粮的碗里面 给我们盛汤盛饭吗 不会的 我们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在座的各位 我朴牧师从昨天晚上十一点 就一直没有睡 从十一点一直到现在 一直就做悔改 很是疲乏 非常疲乏 越是做悔改都会做羊 我们做了四周段悔改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上帝改变我们的体力 上帝改变我们的身体素质 我朴牧师曾经在海冰队的时候 我的胸围是最大的 就是身体是最健壮的 那开始走向幕会生涯之后呢 我这个胸围就慢慢缩减 这是上帝为我改变了 在座的各位好多人 应该有这方面的体会 做了四阶段悔改之后 上帝改变我们的面相 传道书八章一节 我们都求上帝赐予我们祝福 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变化 使我们去天国 使我们在这世上越来越好 使我们的儿女得救 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在这时间 在这凌晨时刻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好多信徒说 我做了四阶段悔改 好几个年头 甚至是第几个年头了 这都是属魔鬼的话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我们睁开双眼的那第一时间 第一刻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大家连这个都不明白的话 那真的是太遗憾了 正在这时间 在这凌晨时刻 上帝给我们审判 我们遭受的灾难咒诅 都是按照我们罪恶的代价 当今世界里 说我们国家交通事故 死亡率是最高的 正是我们国家所犯的罪恶 却没有认罪悔改 好多人说要去上名牌大学 要去上好的大学 再去好的大学 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 经常在改换 经常在更新 那更新来更新去 也没有任何用处啊 总是在重复着一些错误 只有真理是让我们能行的 按照我们人类所想出来的 按照我们人类所研究出来的 都是走向败坏的 在座的各位 内心不开心 内心不喜乐 总是很难过 很痛苦 这都是因为大家的想法 让大家难过了 大家为什么总有想法呢 我们的想法是 使我们走向败坏的 做了羊 是没有任何想法的 只有山羊 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总是不行的信徒 分明是总有想法的人 凡是有想法 一定会按照想法如实败坏 所谓杰出的人才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莎士比亚有很多杰出的作品 那莎士比亚是杰出的人吗 其实莎士比亚很是张狂 很傲慢 那甚至又说 托尔斯泰是苏联的父亲 那托尔斯泰是什么样的呢 托尔斯泰这辈子都没有饶恕他的妻子 临终的时候他的遗言说 不留妻子一分钱 这怎么叫是杰出呢 最近世界最有钱的一位财法 某位财法他写下了一个自传 然后被采访的时候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主持人问他 你也像 你也要像洛克菲勒一样 把您的财产 捐献给社会吗 而这位财法回答说 我做不到 我要顾及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妻子 我的儿女 我的儿子 上帝说 我们每个人的祝福 都摆在我们眼前了 我们只要成了人 我们就能得到眼前的祝福 不是图别人的资助的 托尔斯泰把自己的财富 都捐献了社会 捐献给国家了 结果那个国家 走向了共产主义 反而更糟糕了 我们要做的是上帝的事业 做上帝的事情 原一书二章十七节 唯独实现上帝旨意的 才是永恒的 往往一个国家 败坏的时候 都是因为所谓有学识 有学问的人败坏了这个国家 那就不要学习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学一切的学问 但是学来的学问 是需要我们支配管理的 不是被束缚住的 我们人有了力量 大家知道光成了动物 光有力量就把这个力量 使用在欺负软的动物的身上了 那我们睁开双眼的那时刻 首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来找一下诗篇 六十八篇 十九节 跟大家讲一次了 那么大家就记录下来吧 记一下笔记 我每天凌晨 我睁开双眼的第一时间 我需要做什么 一一地记录下来 直到记录五千句圣经话语 这圣经话语记录下来 都是我需要改正的部分 是我需要悔改认罪的部分 这次我跟一位大哲学家说 饲养生活就是 通过上帝的话语 认识到自身的罪果 使我的错误得到改正 使我的不好的习惯得到医治 不好的习惯 我们是改变不了 只有上帝的恩典改变我们 只有上帝的恩典 医治我们 记录下五千句圣经话语的 就是我们的毕业证书 明哲的话语 我们不领悟明哲 这时候是去不了天国的 真言二十一章十六节 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 每一天天天 是每一天 我们今天悔改我们的祖上罪了 到了明天呢 还有祖上罪 我们明天还要悔改我们的祖上罪 好多人说悔改一次就够了 上帝说让我们天天悔改 每一天都要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们的祖上所犯的一切事情 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状态 这都是我们祖先所种下的 我们祖先所种下的都留在我们身上 都会体现在我们身上 世上的学问我学的再多 学的越多 反而就是积攒 积攒更多的恶 大家知道在美国 旧金山 好多开餐厅的餐厅老板 往往都是 博士学位都有两三个 但是呢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结果就去开餐厅 或者是说去 开洗衣房 大家知道 从英国迁徙到美国的时候 为的是信仰生活 为的是信仰的自由 为的是 真心的信奉上帝 是这么来的美国呀 不是为了赚钱 图钱去的美国 而我们呢 每一天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睁开双眼的那时刻 我需要做什么呢 我朴牧师从昨天晚上11点 一直睁开眼睛 到现在一直就没有睡 那我睁开双眼 我做什么呀 我们祖上所犯了什么样的罪过 使我也不顺利 使我的儿女也不顺利 我们祖宗到底犯了 多无会肮脏的罪过 我的信徒们 导致我的信徒们 导致我的信徒们得不到祝福呢 我们开车的时候 是要看前面的 不是看别人 看左右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来到主面前 看自己的眼前 看的是上帝给我的祝福 不是看别人的祝福 我的祝福永远是摆在我眼前的 生命纪三章十五节 而我得不到是因为我祖先的罪过 抵挡住了 这是上帝的教导 我的祖先到底犯了什么事情呢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得罪了上帝呢 这方面是我们需要领悟 需要我们认识的 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就要告白 您就是我的镜子 您的模样就告诉我 我的祖先所犯了什么样的罪 这是相互的劝勉 相互的教导 而我们坐在一起 就随便聊天 什么都聊 聊的都是世俗的话 传道出七章十节 甚至说我曾经多么多么的好 总是夸口自己的曾经的人 都是天下的恶人 什么是好的 我们连幸福都没有领受过 我们真心的坐在这段悔改上帝 立刻赐予我们幸福 是使我们复活起来 使我们复活过来 好多人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 好多人以为复活 只在复活节发生呢 不是的 复活是每一天 每个时刻都有的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保险 洗罪 认罪 求上帝的饶恕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就能复活 每一天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是每一天向上帝认罪忏悔 每一天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我们的重担 我自己背不了自己的重担 我背起自己的重担 我就难过 特别痛苦 头痛 很烦躁的 我自己背起自己的重担 这都是属于恶人 是要去地狱的 这时候脸上没有笑容 身体背起的都是重担 那这个重担 要交给主 是天天 天天向主 交托给主 那主是谁呢 主就是基督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主就是基督 如果不认识基督 甚至否认基督 就成了异端 所以不认识四九段悔改 就成了异端 异端是要去地狱的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每天要把自己的重担 交给主 那怎样才能遇见主呢 十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向主承认告白 我的祖上的罪过 与我的罪过 所以我们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向主悔改祖宗的罪和我的罪 在这时间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天天 每一天我们需要做的是 每一天来遇见主 每一天来遇见主 每天来遇见主 把我的难过的事情 全交给主 把我的人生全交给主 我没有交给主的时候 脸上没有喜乐 脸上没有笑容 这时候就按照内心的担忧和忧愁 如实遭受灾难与咒诅 而且连累子孙三四代 所以大家结婚的时候 结亲家的时候 要睁开双眼 不要以为现在有钱 稍微滋润 就可以结亲家 没有过多久 为什么会离婚 甚至要闹离婚 甚至要自杀 甚至进精神病医院呢 我们祖先所犯的罪过 如果我们不认罪 不悔改的话 祖宗的罪过会 害死儿女 害死后孙三四代 当今我们年轻人都想得到祝福 但是我们为什么去走弯路 去犯罪呢 什么是假的教会 什么是真的教会 只有能去天国的才是真的教会 我们每天都要遇见主 把我的人生交给主 把我的痛苦难过 全交给主 这时候能得救 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每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我们每天遇见主 就是来遇见拯救我们的上帝 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主 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 只有主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从死里复活过来 这时候能遇见帮助我们的主 这时候自然就发自内心地 称颂上帝 不通过主 是无法遇见上帝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首先认清我自己 我是什么样的呢 我每天都做什么了 好多人说 到底是谁害了我 我们抱怨来抱怨去 其实抱怨的都是自己的祖先 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老爷姥姥 我祖上三四代 所有的人 所犯的一切都落在我身上了 我们要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祷告才能得救恩 否认了主就是异端了 彼得后书二章一节 我们不做四階段悔改 就成了异端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我们的人生中遇到的困难 遇到的坎坷 这一切都要交给主 我们每天为什么要辛苦受累呢 此时此刻我把一切交给主了 我内心就平安喜乐了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内心 拥有信心的时候是喜乐平安的 但是没过多久 我又遇到一些事情了 见了我的客户 发现心里又有一些担忧忧愁 那这时候呢 又有担心忧愁了 这时候要时时刻刻又把这一切的担心忧愁 交给上帝 但是好多人说 哎呀我遇到了这个客户 这客户讲话怎么这么的不客气 讲话怎么这么的难听 真是个坏人 上帝告诉我们 这不是坏人 这就是我的祖先 这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曾经所做的一切 如实展现在我眼前 这就是我的镜子 格林多前书十章六节 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就是我的镜子 上帝是爱 约一书四章八节 上帝是爱 为什么说上帝是爱呢 世上的人没有爱 所以不讲实话 孔孟子学说都是属于 孔孟子也是属 也是人 我们人都是属魔鬼的 没有爱 所以不敢讲实话 不讲实话却没 只有上帝是爱 所以讲实话 劝勉我们 我辛苦受累 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七十一节 我们非要辛苦受累 才肯听上帝的话语 才肯承认上帝是活着吗 有些信徒说 我的儿女怎么这么操心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总有想法的人 儿女很是不顺利呀 大家知道学得越多 忧愁就越多 传道书一章最后一节 学得越多 忧愁也越多 想法越多的人 琢磨越多的人 总爱琢磨 有想法的人 总会走向败坏 总会走向失败的 要辛苦受累到多久 才肯领悟呢 我们每天需要做的 就是悔改祖宗的罪过 与我的罪过 我们担心忧愁的时候 会害死自己的儿女的 约伯记一章有记录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会害死自己的儿女了 十个儿女全死去了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害死儿女了 好多人说 我怎么总是不能怀孕呢 我为什么总是没有孩子呀 上帝告诉我们 您现在还在担心忧愁呢 你担心忧愁就害死儿女了 首先认识自己的罪过吧 我们首先向上帝承认 告白我的罪与祖宗的罪过 每一天我们睁开双眼的 那一滴时间 我们都做什么了 我需要做什么呢 好多父母没有儿女 没有生育的父母们 看似人特别的善良 特别好 其实是非常非常心怀而易 非常非常伪装伪善的 除外这些二十章五到六节 祖上的罪过 积攒到一定程度的话 就会使一个家庭断子后孙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难道大家是要遭受灾难咒煮吗 我们是要得祝福的 所以哪怕现在我们也要回改 祖宗的罪过与我的罪过 我们要越来越好 我们一定要活过来 回改我们祖上的罪过与我自身的罪过 不要抱怨父母 也不要抱怨任何人 只要我向上帝承认告白 我祖先所犯的罪过与我自己所犯的罪过 就能得救 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 上帝让我们记笔记 一个一个都记录下来 启示录所讲的内容都是耶稣基督 启示录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耶稣基督 圣经的话语 任何一句话语都不能删减 而当今在假的教会 却不认识基督 甚至删减了很多话语 随便删减 我培养牧师 记录下了一万句以上的圣经经文 这我记录下来的都是我需要改正的 我的不好的习惯与我的罪过 每一天我们向上帝交托给 我们每一天来到主面前 把我的难过 把我的痛苦 把我的坎坷 全交给主 这就是向上帝回改我的祖宗罪 与我自身的罪过 这时候我们就能得救 我们有时候去敬老院 看到很多老年人 甚至在电视里也有一些报道 好多老年人说 虽然我有儿女 但是儿女不管我 那这就是我自己所犯的罪过 是我的罪恶导致儿女不孝 不怪别人 越是老年人没有晚年祝福的 都是因为不信奉主耶稣基督 反而去信奉其他的宗教 追求的是宗教自由 为什么好多人 不仅自己走向败坏 甚至连累国家和连累民族呢 大家知道埃及这个国家 曾经在摩西那个时代 埃及是世界最强的国家 算是最强的国家 但是当今怎么沦落到这么贫穷的地步呢 脚上也没有鞋子穿 要求联合国的帮助 这都是埃及的祖先所犯的罪过 得罪上帝的罪过 上帝告诉我们 每一天让我们来到主面前 悔改祖宗罪于我们的罪过 诗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我们向主承认 忏悔我们祖上所犯的罪过 遇见主 来到教会只要遇见主 只有主是帮助我们的 否认主就成了异端 好多人自己不做四阶段悔改 反而还说四阶段悔改是异端 教派都是属魔鬼 属乎肉体 必定要走向败坏的 有大书一章十九节 属乎教派的 并没有跟随真理 并没有跟随圣经 罗马书二章八节 结党结派的人 上帝给我们讲的都是实话 而我们为什么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来遇见主 把我人生的难过 把我人生中的痛苦全交给主 每一天向主 回改我祖上的罪过 与我自身的罪过 这时候 我的罪恶得到饶恕了 我祖先的罪过得到饶恕了 我内心就能平安 来遇见拯救我的上帝 主就是上帝 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 所以在这凌晨时刻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 在座的各位 我平安牧师很坦白地跟大家讲 大家真的都是山羊 离开了信心都成了猪狗了 成了猪狗的人 我怎么能讲静语对待呢 上帝说了 我们离开了信心就是猪狗了 就成了猪狗 这时候没有什么职份 哪有什么职份 属魔鬼的人 来不到我们教会 人是要吃人饭的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 属于上帝的人 听上帝的话语 做四阶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血洗罪认罪 之后来吃上帝的话语 而属魔鬼的人 不听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 看似好端端 非要去一些 没有上帝奥秘 没有基督奥秘的地方 听讲道 听一些假的讲道 夫妻关系不和睦 但是很是伪装 很是伪善 自己欺骗着自己 属乎败坏的时候 一定是一类人相聚 心怀二利的时候 就爱和欺诈的人在一起 被骗也相互欺骗 人是不可能和猪狗 一起生活的 大家都警醒过来吧 在座的各位 也有一些信徒是 真心地遵循上帝的话语 得祝福 懂得感恩感谢 我们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就要来遇见主 我们祖先所犯的罪过 我自己曾经所犯的 误会肮脏的罪过 通过基督的宝血 求饶恕 洗净罪过 求主的饶恕 做四階段悔改 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是应当充送的 阿们 我们都希望得救恩 去天国 我们要向主 回改我们祖上的罪过 与我的罪过 把我的人生 忧愁难过的地方 全交给主 由主引导我们的心灵 只有主引导我们的心灵 这时候我内心是 充满感恩感谢 充满喜乐的 是平安的 只有主引导我们的心灵 只有主是帮助我们的 只有通过主 使我们遇见上帝 通过主 使我们得到圣灵的帮助 我们不可能直接 得到上帝的帮助 或者是 天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有罪恶的时候 信心就离开我们了 这时候良心死去了 就去听魔鬼的话 我们要天天 每一天每一天 我们祖先每一天 每天所犯的罪过 都时时刻刻流到我们身上了 姥姥那一辈 和爷爷奶奶那一辈 双方的家庭 在祖上三四代 加在一起 至少有十六个人啊 甚至看别人不好 我们看着别人不好的时候 我们特别的心里高兴 心里是个滋味 说别人不好就是活该 甚至 做个小稻草人 做个小稻草人 整天揍住别人 刺伤别人 看不得人好 总是在咒住别人 相互妒忌 相互怀恨 那这样的一切的事情 都留给我们儿女身上 毁了儿女了 我们祖先所犯的事情 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通过我听到的新闻 通过我看到的一切 都来认识自己祖先所犯的罪过 与我的罪过 与我的罪过 美国人得祝福 是因为懂得爱上帝 那么我们做四季段 悔改的所有的信徒们 我们认识英和华 我们求基督的写喜罪认罪 我们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向主悔改我们祖宗的罪过 与我的罪过 使我们得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诗篇六十八篇 十九节 在座的各位 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我的一举一动是什么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到四节 我们心里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想法 上帝全都知道 我们向主承认告白我的罪过 只要我们承认告白我的罪过 上帝就饶恕我们 愿一书一章九节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有罪恶的地方就有灾难跟随着 大家知道去过德国的人 就应该知道 当时我们的车 开的是二百公里 旁边的车都能开到二百五十公里 而我们韩国肯定不敢开 不敢开二百公里 时速 而韩国的交通 交通事故 是最频繁最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知道德国 真的是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的一个国家 在德国买了房子呢 买了房子之后 不能随便 刷漆 我邻居家喜欢什么颜色 按照邻居的心愿来刷自己房子的漆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有罪恶 因罪恶的代价 才会遇到交通事故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罪悔改 每一天我们要来遇见主 我们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就要来遇见主 怎样才能遇见主呢 诗篇32篇5到6节 悔改我的祖上罪和我的罪过 我才能遇见主 我们要向主承认告白 我祖上所犯的罪过 与我自身所犯的罪过 我来遇见主了 才能得救恩能去天国 上帝告诉我们 彼得后书二战一节 不承认基督 不做四阶段悔改的 这都是属于异端的 彼得后书二战一节 当今的教会 有没有通过基督的学习 以罪认罪呢 还是说当今的教会 是不是在借用耶稣的名 出卖耶稣呢 结党结派的都是属于地狱的 罗马书二章八节 结党结派的时候 并没有跟随真理 罗马书二战一章十九节 在座的各位 在这讲道的时间 大家在打盹 不喊阿门 这都是属于魔鬼呀 当今好多教会 也不要求信徒 呼喊阿门 以福所说二章十二节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呼喊阿门的时候 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都要交给主 好多人来到教会 就躲躲闪闪 不敢不光明正大的行事 甚至喊不出阿门的 喊不出阿门的 这都是没有属于基督的表现 格林德后书一章二十节 我们要通过四阶段悔改 我们依靠基督的奥秘 认罪洗罪了 我进入到基督里来了 使基督也进入到我心灵里 这时候我才能呼喊阿门 我们没有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跟外邦人是一样的 以福所说二章十一节 我们成了外邦人 外邦人所献的礼拜 都是献给魔鬼了 格林德前书十章二十节 我们一直以来 去的都是假的教会 我们却从来没有向上帝认罪悔改 从来没有向上帝忏悔认罪 我们曾经不做四阶段悔改 属于基督外边 属于基督外边的时候 这都 这时候跟圣经没有任何关系 以赛亚说四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我们属于基督外边的时候 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得罪了上帝 让上帝难过了 约安一书二章十七节 大家知道我们韩国的教会 也在缩减 没有基督奥秘的讲道 都是要去地狱的 格鲁西书二章八节 上帝是活着的 是在行着义事的 今天在这时间 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来遇见主 把我的人生交给主 向主悔改我的祖上的罪过 与我自身的罪过 来遇见主 只有主是帮助我们的 希伯来说十三章六节 我们来得到主的帮助 得到主的帮助 才能去天国 得到了主的帮助 才能得救恩 我们要向主 我们把我的重担 全交给主 这时候才能得救恩 大家知道我朴牧师 我们教会建筑 不到几百个亿 但是我从来没有担心 忧愁过 全交给主了 而在座的各位 大家 大家所做的事情 区区几个钱而已 还在担心忧愁着 约伯正是因为担心忧愁 结果害死了自己的儿女 我们担心忧愁的时候 都是害死自己的儿女 约伯可是东方的富人 东方最富有的 东方的财 财 但是约伯担忧忧愁的时候 财产全落空了 所以我们要来遇见主 把一切全交给主 不能有担心忧愁 这时候能去天国 我们呼喊安门 今天大家回到家里 把诗篇68篇19节 写在一张白纸上 我们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就要回改我祖上的罪过 与我的罪来遇见主 那我的祖上 都犯了什么样的罪过呢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诗篇50篇21节 夫妻之间 甚至说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心里总有一些嘀咕的 总有一些想法 这都是我祖上所犯的罪过 夫妻之间争吵的内容 就是我祖上所犯的罪过 我的老伴怎么那个样子呢 这都是我祖上所犯的罪过 不要再辛苦受累了 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我都成了害死自己儿女的人 我怎么能爱身边的人呢 从今天这时刻开始 我们每天来到主面前 回改我的祖上的罪 与我的罪来遇见主 使我们去天国 把我的甘心忧愁 把我的人生全交给主 使我得救 使我的儿女得救 使我们做爱国者 正确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诗篇68篇19节 大家回到家里都记下来 贴在墙上 大家需要悔改的内容 能记5000句以上的话 大家的心愿都能得到实现 不足的仆人 不足的仆人我 我平安牧师就是这样做来的 在座的各位 这时间我们是做什么的呢 这时间我们是来遇见主 主是谁 主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四阶段悔改 四阶段悔改 当我们向上帝求饶恕的 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的时候 做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能复活 从罪恶中复活 最终是去天国 是有感恩感谢的 大家知道四阶段悔改是什么吗 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属魔鬼的人是不听 也不爱听 大家感恩感谢吧 照着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生命得到变化 在这时间 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呼喊阿门 这时候我们向上帝祷告 上帝是听的 为什么没有忍耐心呢 我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就没有忍耐心 在座的各位 好多人不过多久 又背叛了 犯了悖逆罪 这时候不仅自己走向死亡 人生就像旷野沙漠一样 离开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人生就像沙漠一样 儿女都成了不孝的孩子 欧洲的教会 为什么都走向了落魄呢 好多牧师自己都不明白 自己辛辛苦苦记了很多笔记 然后拿着笔记来读 上帝使用我们的口 不需要我来记笔记 我们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基督的奥秘 上帝要使用我们 做东方的鹰 拯救世界 拯救国家 首先拯救自己 拯救自己的家庭 拯救我们的儿女 然后拯救国家 拯救世界 在这凌晨 我们要这样向上帝认罪悔改 来承担起这庞大的事业 做爱国者 我们呼喊阿门来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来呼喊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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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啊 我祖上所犯的罪过 再加上我自身的罪过 我们向上帝一一的告白 承认认罪 使我们爱上帝 求我父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我父上帝 我们真心的感恩感谢于您 我祖上所犯了什么样的罪过 真的是不知羞耻 我们祖上所犯的罪过 导致我的人生不顺利 而我们为什么还不领悟 我们真的是好愚蠢 好愚昧 我的儿女为什么不听话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想法太多 总按照我的想法 被自己的想法所困住 并没有把一切全交托给主 从今天开始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把一切全交托给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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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